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菌是指菌物界的生物 它们的细胞有细胞壁 但没有叶氯体 大部分真菌细胞长成细长丝状 因此称为菌丝 真菌有包子囊并以包子繁殖 另外它们需要从外界获得养分 那除了酵母菌以外 还有什么生物是属于这一类的吗 常见的真菌有黴菌 蜀类 酵母菌三类 那就从我们面包中的酵母菌开始介绍吧 没问题 酵母菌是三者中唯一的单细胞生物 且不具有菌丝 主要行出芽生殖 可以进行发酵作用 因此人们应用它来酿酒和制作面包 第二类常见的菌物界生物是霉菌 霉菌听起来跟发霉是不是有关系呀 对的 霉菌是由菌丝构成的多细胞生物 由包子繁殖 面包发霉时 看见的黑色斑块就是黑霉菌 在生活中 食物或衣服发霉 多是霉菌引起的哦 发霉会让食物和物品都坏掉 也会让人生病 霉菌真可怕 也不是所有的霉菌都对我们有害哦 例如 由氢霉菌提炼出来的成分 可制成韩泥锡淋 会抑制细菌生长 就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素哦 这类霉菌对人类医疗的进步可是帮助很大的呢 小菌做有关霉菌 酵母菌和细藻的主题报告 需要分析这三类生物的相同和相益处 下列有关小菌报告中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都具有菌丝 B. 都具有细胞B. 都可担任酸解者 B. 都无法利用CO2制造养分 答案B 黴菌和酵母菌是菌物界的生物 细藻是藻类 其中因只有黴菌有菌丝 5A是错的 细藻是生产者 因此C是错的 而细藻可行光合作用 利用CO2制造养分 所以丁是错的 没错 而真菌与藻类都有细胞B 所以这题选B哦 那迅类又是长什么样子呢 迅类是多细胞生物 也是由菌丝构成 外形主要成散状 散的下方有孢子 就是它用来繁殖的构造 我们食物中可见的木耳 香菇 鲁汁 祖孙都属于迅类哦 所以迅类是都可以吃的吗 不是的 很多迅类是有毒不可食用的哦 例如 无银额膏 具有鲜艳的外表 却有剧毒 那只要不鲜艳的训类 就是没有毒的吗 不是这样的哦 也有不鲜艳 却有毒的训类 毒耳膏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在眼外 不能随意采食训类咯 下列有关菌物界生物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又称为真菌 B 都具有菌丝 C 都是多细胞生物 D 都可以食用 答案 A 酵母菌属于菌物界生物 没有菌丝 而且是单细胞生物 因此B C都是错的 训类 只有部分物种可食用 很多有剧毒 因此B是错的 这题应选A 菌物界生物 又称为真菌 太好了 同学们都答对了吗 那我们来做今天的观念统整吧 1 菌物界的生物 又称为真菌 真菌有细胞壁 但没有叶律体 需从外界获得养分 并且靠孢子繁殖 2 真菌可分类为 酵母菌 酵菌 酵类 3 酵母菌为单细胞生物 不具有菌丝 可酵酒 可酿酒做面包 4 酵菌为多细胞生物 个体由菌丝构成 可使物体发霉 但轻酵菌可提炼抗生素 5 菌类亦为多细胞生物 个体由菌丝构成 主要呈散状 有些可食用 然而野生菌类 常有剧毒 同学们应避免野外采取 酵母菌 乳酸菌 细菌 蓝绿菌 黴菌 都称为菌 但是却分属于不同的类群 想一想 它们是分属于 哪几个界的生物呢 请将你的答案 分享在下方的留言哦